中国日前宣称恢复我国文旦进口 但却只有花莲县的厂商获准引发了议论 对此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 在中常会上表示 中国利用特殊化经贸往来来作为分化台湾的工具 反而不利于建立台海的往来互行 回位两年 中国海关总署在中秋节前信 这个月初宣布恢复文旦佑的输入 包含19处的包装厂及45处工果园 在核可清单 只是都未在花莲县 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 在中常会上说 特定县市的文旦被列入输入清单 而且对外没有透过两岸合作的 检疫平台跟台湾磋商 根本是利用特殊化经贸往来 作为分化台湾的工具 反而不利建立台海的往来互行 那这样的考虑就不是基于专业技术的考量 而是基于政治的考量 区别对待 进一步的分化统战 这种做法 对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 没有任何注意 捷见文旦佑 现在可销到中国 门票仅限花莲 这订单政治未浓厚 陆委会批政治操作 明显不利两岸的交流 而国台办再喊话 由厦门旅游业者所组成的彩线团 已经提出到金门旅游的申请 希望我方赶快批准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政治失利 罔顾岛内民众和旅游业界的正当权益 不断进行政治操弄 是两岸旅游恢复正常的真正障碍 他们来采线应该要加强 双方业者的交换意见 推动高品质的两岸旅游 采线团预计18到20号到金门旅游 陆委会正在专案审查当中 但对岸近期一连串的动作 看似是出善意 背后的政治考量不得不谨慎注意 记得小别离比周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